超越演算法, 進修世界大事 15分鐘播音新聞 香港時間2024年8月21日 現在由劉啟源及AI女主播為大家提供堅尼地球成同 問15分鐘環球新聞 這一節的新聞重點有 美國大選賀錦麗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亮相 希拉莉指她很有可能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 美國情報機關透露特朗普競選團隊受到伊朗客客攻擊 倫敦城市機場增設250萬人次旅客上限 布林肯指以色列已經同意加沙停火過度協議 呼籲哈馬斯同樣接受方案 大量外國投資者撤離中國股票市場 北京政府為公開交易數據設置限制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重申佔領富爾斯克地區 是要為軍隊建立援衝區 瑟克基的加拿大武公司正式向71總公司提出搜狗 德國對波蘭出口超越中國 記協公布新聞自由指數 創11年新低 印度央行提出 透過貨幣政策解決國內通脹問題 自閉症患者侮辱國歌罪成 法官指不能以精神問題者作藉口 香港舉行和平統一大會 統戰部部長石泰豐將會出席 詳細新聞內容 美國大選賀錦麗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亮相 希莉莉指她很有可能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 為期四日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在東岸時間今個星期一 在芝加哥正式揭幕 首日的主題就是向現任總統拜登致敬 代替拜登參選的現任副總統賀錦麗 以民主黨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首日就在大會上發表了一段簡短的演說 她首先感謝總統拜登在過去這段時間裡的領導 以及表揚她對國家作出的終身服務貢獻 而美國的前國務卿希拉利也有現身演說 她在台上發言的時候 同樣首先是感謝總統拜登 又讚揚拜登作為現任總統 她為白宮帶來了尊嚴、正派和能力 又感謝她一生為美國服務的精神以及領導的能力 希拉利又提到自己在2016年的時候參選美國總統失敗的經歷 她形容自己當時成功打破了美國的玻璃天花板 能夠接受到黨內的提名 以首名女性的身份競選總統是她一生的光榮 希拉利又強調 民主黨現在再次嘗試推動第一位女性入主白宮 指她自己是時候要將這把火具傳遞給賀錦禮 希拉利又希望大家能夠一起為最難突破的玻璃天花板 打開更多的裂縫 而她又對台下的觀眾指 相信賀錦禮可以成為美國第47任總統 除此之外 早前已宣布退選的現任總統拜登也有在台上發言 她除了簡單介紹自己任內的成績以及政績之外 她主要讚揚賀錦禮的表現 另外拜登又形容 若然特朗普當選 美國就會出現嚴重的政治暴力 她呼籲支持者要將賀錦禮送入白宮 因為這樣做才可以成功拯救美國的民主 而根據傳統的做法 獲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參選人 將會在大會最後一人押續發表演說 而今次的參選人賀錦禮 選擇在第一天就已經出場發表簡短的演說 很多外媒都形容今次的安排是出乎意料之外 而在大會開幕前 在會場附近就有近一萬名親巴勒斯坦的示威者集結 他們不滿總統拜登對以色列以及加沙的政策 他們高叫口號 並且譴責現任總統拜登以及副總統賀錦禮 指他們未有正面處理加沙的問題 而另外又有被哈馬斯挾持的人質家屬和團體 觸起人質廣場 希望能夠引起市民對仍然被哈馬斯俘虜的人質安全產生關注 美國情報機關指 特朗普競選團隊受到伊朗黑客攻擊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指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聲明確認 最近特朗普總統競選團隊所受到的黑客攻擊是由伊朗發起 聯邦調查局和其他聯邦機構發表一份聯合聲明 聲明入面指伊朗干預美國選舉的目的是為了激化美國內部分歧 削弱國民對民主機構的信任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在東岸時間8月10日公開譴責伊朗政府向競選團隊進行黑客攻擊 但其後受到伊朗官員否認 美國情報官員在聲明中點名提到 情報界對伊朗透過社交媒體和其他手段 去偷竊和披露總統候選人的信息 是要想影響美國選舉過程 報導又提到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收到一封釣魚郵件 聲明入面提到 現時未確認今次的黑客攻擊事件入面 有甚麼信息被蝕取 而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就指 黑客只是能夠獲取公開資料 另外有多家外媒機構透露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內部多份機密資料被蝕取 披露當中包括對付手曼斯的有關審查 但相關媒體暫時未有提供具體的洩露細節 倫敦城市機場增加250萬人次的旅客上限 英國政府批准倫敦城市機場的增加客流量方案計劃 根據這份計劃 機場在上午6點至9點期間 將會增加航班的升降數量 目標是要將機場的全年客運流量 由現時的650萬人次增加到900萬人次 不過政府就指 由於政府有關部門考慮環保及噪音等多個問題 拒絕機場在星期六增加航班數目的申請 而機場在星期六的停飛時間 將會維持在去到星期日的凌晨12點半為止 並且要求新增的飛機航班 要使用產生較低噪音的飛機 機場就有關計劃獲得通過時回應指 對結果表示歡迎 但是對於不能夠延長星期六的禁飛時間 就感覺到失望 而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就批評有關當局的決定 指這個決定是削弱了英國在環保方面的領導地位 並且質疑有關的決定只不過是要滿足少數富有的乘客 並非真正令到普羅大眾受惠 布林肯指以色列已經同意加沙停火的過渡協議 呼籲哈馬斯同樣接受方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由以色列前往埃及 和埃及的總統塞西 以及外長阿卜杜拉阿提舉行回面 他向外界表示 他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舉行過回面之後 內塔利亞胡已經接受了他提出的停火協議 他又公開呼籲哈馬斯應該要接受相關的方案 布林肯早前應用這次可能是加沙達成停火協議的最後機會 他呼籲以色列和哈馬斯 雙方要在協調國的幫助之下 就推動協議執行方面達成明確的共識 哈馬斯向美國的方案提出質疑 一名哈馬斯的高級將領就指 美國所提出的方案並不是他們早前同意的版本 他批評美國在以色列壓力之下改動方案 是為了給以色列換取更多時間策略 哈馬斯發言人又表示 他們只是同意美國總統拜登早前提出的方案 但後來美國不停改動方案 令哈馬斯沒有去打算接受新的方案 大量外國投資者離開中國股票市場 北京政府為公開交易數據設限 根據金融時報紙 由於中國股市的設資持續 中國最近對有關外來投資的公開數據作出限制 報道指 在這個星期一開始 港股北向的每日交易數據不會再公開 當局會將外資股票持有量的訊息轉為季度公佈 報道入面分析指 措施是希望透過減低透明度 去增加各國投資者對中國市場信心 早前 中國證監也曾經試圖以窗口指導的方式 券導並指示國內部分金融機構 要求他們不要在某些日子止沽不賣 以增加對市場的支持 報道入面有分析人士指 這種做法導致市場流動性減少 市場交易量亦降低 澤倫斯基重申佔領富爾斯克地區 是要為軍隊建立緩衝區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日前表示 烏克蘭在俄羅斯的富爾斯克地區 進行軍事行動 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緩衝區 以阻止俄羅斯再次從邊境入侵烏克蘭 澤倫斯基又指 現時烏克蘭的主要任務 是盡可能摧毀一切來自俄羅斯的潛在威脅 同時又要進行最大程度的反擊 而他又重申 烏克蘭要在俄羅斯領土上建立一個緩衝區 早前烏克蘭空軍司令發布了一條短片 根據短片顯示 塞姆河上有一條橋被摘毀 雖然俄羅斯軍方一直未有承認相關的事件 但是一名親俄羅斯的軍事博客 就向美聯社承認 日前赴爾斯克地區的塞姆河橋被烏克蘭成功摧毀 斷橋會影響到俄羅斯的補給行動 不過他又補充指 因此俄羅斯軍隊仍可以透過浮橋和西橋 前線進行補給 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對烏克蘭有關的反擊進行警告 指俄羅斯會對相關行為作出有效回應 其後俄羅斯加強了對烏克蘭的空襲 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就呼籲各方要保持最大的克制 因為團隊就有報告指 有一枚由無人機所攜帶的爆炸品 在核電站的保護區外面被引爆 他擔心假如五箱島核電區 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Circle K加拿大武公司正式向71總公司提出收購 加拿大的便利店巨頭Circle K武公司Alementation Cushar A CT日前正式向日本便利店7-11提出收購 ACT的出價為380億美元 比7-11在日本股市的市價高出超過五成 有分析指,若然交易成功 ACT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業務 將會擁有超過兩萬間店舖 ACT就表示,他們已經提交了一個友善 又非具約束力的收購提議 但是他們目前仍然沒有保證交易能否順利完成 ACT強調,希望達成一個對雙方顧客、員工、加盟商和股東都有益處的交易 便利店7-11是由零售大亨伊藤雅進在1974年引入日本 他被認為將便利店連所發展成為全球業務帝國的工臣 7-11現時在全球二十個國家和地區擁有超過八萬五千間店舖 德國對波蘭的出口數據超越中國 根據路透社報導 德國出口商在今年的上半年向波蘭的出口總額已經高於中國 顯示出德國主要公司的多元化策略已經取得成功 報導指,以工業品和汽車行業為主的德國出口企業當中 長期以來都是德國的經濟支柱 亦都是國家貿易盈餘的主要來源 而報導提到,由於近期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 導致德國的出口策略已經開始有進行轉向 專注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而根據數據顯示,波蘭成為了德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 而中國就跌到第五位 截至今年的上半年為止 美國仍然是德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 其次就是法國以及荷蘭 印度央行提出,透過貨幣政策解決國內通脹問題 印度儲備銀行 BI在當地時間星期一發表一份《月報》 《月報》裡面提到 如果本地食品價格持續在高位,將會出現整體價格通脹 印度有需要採取更為謹慎的貨幣政策去抑制有關情況 根據《路透社》報導,印度7月份零售通脹 降至接近五年來的最低點3.54個百分點 主要原因是因為基數效應,導致食品價格在之前的高位回落 表示著價格上升的放緩趨勢只是暫時性 RBI在《月報》裡面警告 若然政府不採取行動去對付高食品價格 可能會失去對整體通脹的控制權 這樣就會削弱消費者和業界的信心 侵蝕外部經濟部門的可持續性 和妨礙國家的增長前景 自閉症患者侮辱國歌罪成 法官指不能以精神問題作為藉口 一名21歲的男子在去年的6月 在紅館看女子排球賽事的期間 因為在播放國歌的時候 發出噓聲唱其他歌曲並且倒數母子等等的過程 被一名總督拆影低 並且以侮辱國歌再將其拘捕 案件日前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宣判 判處該名男子入獄8個星期 而李明男子在上訴期間可以申請報酬 辯方指被告由6歲開始就已經被診斷出有自閉症以及過度匯約症 他當時沒有故意去侮辱國歌 而事後也已經很深刻地反省 明白到案件的嚴重性 但裁判官林子康強調 雖然被告有表達婦意也有精神病記錄 但他再三強調自己沒有侮辱國歌 反映出被告只是承認當時自己的行為上不對 或不尊重國歌並沒有真正的婦意 再加上被告在案發前兩天自行停約獨自去看球賽 表示他這些動作行為是充滿自主性 大大減少了辯方依賴精神病求情的力度 記協公布新聞自由指數 創11年新低 記協日前公布最新一份的新聞自由指數 結果顯示 本港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的評分 創出自2013年成立以來的新低 只有25分 調查顯示 有92%的新聞從業員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對新聞自由造成嚴重損害 記協認為 因為23條立法的諮詢期比較短 加上社會上的討論沒有那麼熱烈 而有近四成的公眾就認為23條和國刊法的差異不大 所以認為對新聞自由的實質損害不是那麼嚴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無寧表示 港區國刊法是針對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而不是針對《樽紀守法》的媒體記者 他還指 港區國刊法實施以來 香港的新聞自由在安全穩定的環境下 依法獲得更好的保障 這個是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香港舉行和平統一大會 統戰部部長石太峰將會出席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將會在8月20日在香港舉行 中央統戰部部長石太峰將會出席今次活動 並發表講話 根據《星島日報》報導指 該活動是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主辦 中國全國政協常委統一促進會會長姚志勝 在8月19日召開記者會宣布 該活動的主題是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和平統一 致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香港特首李家超、中聯辦及國安公署的主領導人都會出席參加 預計大會將會有1200人出席 姚志勝表示 在台海局勢充滿不穩定及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 香港舉行這個大會 是要集合全球華人的反獨力量強烈表態 無論誰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也不會改變到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堅定意志及強大能力 這一節的堅尼地球成同運15分鐘環球新聞播放完畢 我是劉啟源 多多指教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懇請大家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